大家好,我是EMU 苦语有云,人死不能复生 这类老生常谈我们都明白 但或许是源自对死亡的未知与不确定 我们的想象力和恐惧得以穿行阴阳两界 让曾经鲜活的邪肉之躯 以腐烂真灵的样貌重返人间 这些活死人在古北欧的神话传说里 被统称为德拉古尔 德拉古尔死而复生的特性 又被人们称为再次行走者 他们大多苏醒并游荡在自己的墓穴里 盲目且执着地守护陪葬的监营财富 德拉古尔重生的躯体 看上去可能是坏死的黑色 也可能是毫无血色的苍白 亦或者是恐怖诡异的阴郁蓝色 这些不死生物周围总是弥漫着腐烂的气味 德拉古尔所在的墓室或坟种之上 有时候会围绕着阴森的冷色萤火 这些神秘的火光是生者无法跨越的屏障 德拉古尔是贪婪且嗜血的怪物 他们的邪恶来自于生前的嫉妒与憎恨 任何刻薄、卑鄙、贪得无厌的人 都有可能在死后成为德拉古尔 德拉古尔的攻击对象不仅仅是盗墓者 他们偶尔也会摧残人们饰养的牲畜 德拉古尔会去追赶并骑乘这些可怜的动物 运用剥皮的手段让动物被受惊吓折磨 直到他们因恐惧与疲惫而死 德拉古尔自身拥有超乎常人的力量 只有真正具有勇气的英雄才能与之对抗 他们不仅对一般的武器伤害免疫 还拥有着变形和魔法的能力 传说里德拉古尔可以变身成猫 他会坐在睡眠者的胸口上 然后逐渐变重 直到睡眠者窒息而亡 德拉古尔也可以施法进入人们的梦乡 他们离开梦境时会刻意留下痕迹 好让人们确信他们是真的来过 要杀死德拉古尔并不容易 很多时候英雄们也只能把他们丢回坟墓里 若要真正除掉德拉古尔 必须精确砍下他们的头 并将德拉古尔的尸体焚烧殆尽 最后将骨灰撒向大海才算大功告成 既然消灭极其困难 那当然有及早预防的做法 据说以坐之或站之死去的人们 通常有极大的几率会成为德拉古尔 所以人们发现没有完全躺平的尸体 是会介入调整王者的姿势 使其真正的安息的 但这么做时必须格外的谨慎小心 不留神很可能让自己缠上诅咒 传统上古北欧人会将尸体脚上的大拇指绑在一起 或直接用针穿过四者的脚底 他们相信这样尸体就无法再次行走了 还有一种方法是当人们抬棺离开屋子时 棺材必须朝着不同的方向升降三次 这么做的用意是为了混淆尸体的方向感 就算尸体最终变成了德拉古尔 他也无法找到回家的路 如何杀死 预防德拉古尔 这些实用的知识 我都分享给大家了 最后 我真的觉得德拉古尔变形那段好像我家的肥猫 或许我家的肥猫就是德拉古尔 可惡 可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